还在摇啊 赶一下 无内吊灯剧烈摇晃 民众吓得赶紧叫家人下楼逃难 20号上午9点05分 地牛大翻身 正阳位于花莲县政府南南西方37.7公里 花莲县光复乡发生一起瑞士规模6.0地震 深度只有6.8公里 最大震度在花莲县有五弱 台东县 南投县最大震度也有四级 全台明显感受摇晃 气象局表示这地区属于板块交界处 中央山脉附近也有一些断层带 也是今年规模6.0以上的地震 深度最浅的一次 这个中央山脉断层呢 它是沿着重谷的 那它并不是一个在我们在活动断层里面 所定义的断层 整个重谷的西边深浅的地震都会有 那当然不排除 就是说这里是有一个断层 或者是破碎带的作用 陈国昌表示 华东重谷西边属于钢线地质结构 虽然这地区不是地震耗发区 但也因此累积蛮多能量 释放能量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未来几天恐怕会再出现余震 未来两天内 我们不排除有规模以 五以上的地震发生 地震中心研判这起地震与323地震无关 只是频频发生规模6.0以上的地震 外界关注今年是不是最多的一年 有史以来最多的是规模超过6以上的地震 事实上是921那一年规模6以上的地震 含主震总共以上有13个 如果以长期平均值 它已经是两倍以上 这起地震目前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还是提醒民众务必注意安全